浴金箱的自然球开花不太整齐 所以我会在它开花之后 把花剪下来用作切花 那剪完花的浴金箱会怎么办呢 我会在所有的浴金箱开完花之后 把它连根拔起 然后扔掉 因为浴金箱是没有办法不花的 有些朋友会说 我的浴金箱放在地里没管 然后第二年不花了 这种呢属于比较小概率的事情 因为浴金箱在荷兰那边 也是分容易不花的品种 跟不太容易不花的品种 在我们国家呢 浴金箱是基本上没有办法不花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自己买回来的浴金箱种球是很大的 然后种下去之后开完花 它会变成三四个比较小的种球 它必须得让种球养大到 我们买回来那种状态 才能再次开花 这个就需要养球 那养球呢 操作也挺复杂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们需要在浴金箱开完花之后 及时的把长花给剪掉 留叶子让它光合作用继续养球 然后第二年的时候 浴金箱长出花间来 看到花苞 要把花苞给剪掉 不要让它开花 让它的营养呢 继续去养球 等到第三年的这个时候呢 差不多种球能达到开花的大小了 达到开花大小之后 它才有可能会复花 因为浴金箱还有可能会退化 退化了之后呢 它的花开的会比较小 没有我们买回来自动种球开的花大 然后呢也有可能会花夹在叶子里面 没有什么观赏价值 然后辛辛苦苦养了两年球 然后开出来的花没有观赏价值 这种情况还是蛮崩溃的 尤其是对阳台党 或者说对家里重视面积不太大的同学来说 因为浴金箱的种球还蛮便宜的 就几块钱一颗 然后你为了让它复花辛辛苦苦收了它两年 占了这么大面积才有可能会开花 其实不太划算的 如果家里有地的同学 面积比较大的同学 想尝试一下呢 可以用以上的方法试一试 那对于我来说呢 我的建议是 大家如果有养浴金箱的话 浴金箱开完花之后 直接把球拔了扔掉吧 我来说